既然王爷昏迷了这么久,想必保持沉默,对你来说也不算难事。 弘义带人进门的时候,正好看到沈轻衣在穿衣服。 参见王妃。 有事吗? 回王妃,奴婢昨晚看到张全进了这屋子,一晚上没出来。 所以,为了王妃的清誉,特地带人前来查看。 为了我的清誉? 王妃,你若这么忠心,那昨晚看到张全进屋怎么不吭声啊? 现在出现,莫不是故意来看本王妃好戏的? 王妃误会了,你身为王妃,传照下人也属正常,所以奴婢昨晚不敢轻举妄动,等了一夜才觉得事情蹊跷。 若是王妃问心无愧,不如让奴婢带人进去搜查一番。 放肆! 本王妃刚刚入府,你就想挑衅我的威严。 若是以后你天天来找麻烦,难道我每天都要让你搜屋吗? 说是今日能证明王妃的清白,奴婢保证,往后绝不会再有二心。 哼,你一句没有二心,便能随便质疑主子,未免也太便宜了吧。 若是搜查之后,证明本王妃清清白白,你又该当何罪? 哼,这个贱人还想恐吓我? 可惜啊,昨晚我在外面守了一夜,也没看到张全离开,绝对不会出问题的。 说是奴婢冤枉了王妃,甘愿受罚,任凭王妃处置。 好,这可是你说的。 就看到沈轻仪转身走到屏风前,用力地一掀,下一秒就露出了倒在地上,昏迷不醒的张全。